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討論新的 巴巴托斯第六型態 另外一部機 還有駕駛員 亦有新的推出 我們先去看看 就是斯羅亞馬達 上次說錯了羅斯 其實08小隊我曾經看過 還要看了幾次 但我一直以來都不太記名 尤其是08小隊 其實算是短篇 我們就即時去看看這角色 這角色的耐久力是1180 隔攻是1180 射攻是低的 330 其實也是主玩隔機和血量比較重的機 即是如果大家本身那部機太少血 又是玩隔機的話可以嘗試用它 不過大家要注意 AI特性是中距離和支援型 看看它的零件特性 自己是PG的時候 敵人的射擊攻擊力會減少30% 簡單來說 如果你玩PG的輔助隔機的話 這部應該就適合你了 因為敵人的射攻可以減低 如果你本身輔助的生存能力也要有差不多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適合我們主體用 主體通常都是主攻的 所以這個08小隊的隊長 斯羅亞馬達 這樣就不太好 如果給我們的正機用的話 另外那一隻就是羅沙米亞 看到能力其實都是由三星升上去的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也不太細看了 重點來了 我們就看看新機 正選新機 看看巴巴托斯的第六型態 巴巴托斯第六型態的頭 雙弓其實也不顯著 大家看到射弓也是799 不過它的耐久力和格防是比較高的 也要1、1、8、2 傷格也低 頭是裝備大劍裡面的時候 這個技能會給予傷害提升35 也是說明了 現在是10L的技能 沒可能的 是減少一點 我記得是20L而已 如果你說1L的話 或者是20L 頭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一定是沒什麼特別的了 但是如果你想玩一些防禦能力、生存能力高一點的話 頭也可以裝上去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本身要用大劍才行 對了 好 接著就看巴巴托斯的身 巴巴托斯的身 第六型態 內久力也是偏高 因為你看到第六型態其實是裝甲型 內久力1060 是偏高的 血量大傷攻也是偏低的 另外隔防也1060 看到其實也是處於防禦、生存等最主要的 如果職業在這個防禦的時候 射擊攻擊所受的傷害就減少35 好了 身體也沒什麼特別 當然啦 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喜歡玩坦基的 那就適合你了 但是我們以清場快、做任務快 以及打PVP快為優先 所以其實就沒什麼特別 好了 到手了 手我覺得是屬於大獎 雖然技能上的EX技是一般的 不過我們先看看它的能力值 能力值上它的內久力是不要的 384 但是它的格攻可以去到3181 即是如果抽中你玩格機是可以用的 射攻就沒有了 384 所以主玩格機才會用這隻 巴巴托斯第六型態手 格防也有1606 即是如果你說對面是格機 你又是格機護片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優勢 射防是384 射防方面比較脆皮 看看招技能 技能是貫通A- 威力是D 裝彈數應該是6 如果一奈的話 如果你是玩射攻 其實又不會太矛盾 因為手都是偏向格攻為主 所以如果你玩射攻又抽到一隻手 也可以 那就玩雙攻 即是會平均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啦 我只用手加格攻沒什麼所謂 也有一點點格攻 如果你玩平均型的話 其實這隻手算不錯 今期算是上級的裝備 零件 接著我們看看巴巴托斯第六年態的腳 他的腳很明顯是偏向生存 就是799的耐久力 以及是甲防為主 1606的甲防 雙攻384 其實也是正常發揮 但不會是標青的 那兩個攻擊力 再看看他的零件特性 零件特性就是防禦的時候 技能貫通會提升28% 這個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防禦型的職業的話 如果你說貫通提升 我覺得依然不太大 那雙腳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射擊防禦有799 其實也算不差 是偏向生存的零件 接著就是第五件的巴巴托斯背包 巴巴托斯的噴射器我覺得是OK的 為什麼就是招技 看看能力值方面 能力值方面也是偏向生存的 基本上是799 跟剛才差不多 雙攻340 接著格防有1600 射攻、射防、射防有799 雙抗性其實也不算太高 不過很明顯 都是專注生存 但是招技能就非常強大了 這招技能是S級的技能 即是頂端的技能 血腥版手 貫通雖然有D 但是這個威力有A 這是格鬥 一開始20秒就可以出 裝備這個... 總之是用這個技能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我們全員的回復 內久力最大會升48% 全員格鬥都會提升29% 如果你是格機的話 差一點生存的話 這部適合你 首先招技能是完美的吻合 也可以幫你加一些生存能力 接著就到巴巴托斯的武器 這個大夾取茅 生存不高 武器其實我覺得頂端的攻擊力OK 內久力384 它的格鬥是404 暫時看到這個數值上的攻擊力 404 應該是頂端級的 所以如果你要大獎的話 這個和剛才的噴射器 都是屬於大獎的 雷射耐性和物理耐性 都有420 看看招技能 招技能是D的貫通 C-的威力 但它的冷卻時間偏低 6秒就可以了 一開波 接著我們用完這招的技能 我們的格防也會上升 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生存能力 雖然招技不是很高 但也可以用幾次一場 所以其實武器和噴射器都是大獎 接著就說高達古生重斷型 其實我已經看過了 這部機真的屬於坦型 整套的裝備 有一招的技能是不錯的 都是背包的 不過我們先說一下頭部 頭部是格攻低的 382 耐狗力是795 射攻、格攻 射攻、雙方也有1179 雷射耐性是416 零件特性是物理耐性射擊攻擊最大的裝填數 會提升20% 如果你是玩射擊的話 頭部真的不太好 因為沒有射攻 但零件特性也可以幫你加裝彈數 我覺得整個頭部來說 是玩坦基的 無視零件特性 當然啦 你沒有機的話 你也硬要砌下去的話 是沒有辦法 沒有零件的話 好 接著到新 新是極度偏重的防禦 有1601的耐狗力 382的格鬥攻擊力 雙防有1179 雷射耐性也有609 非常高的生存零件 零件特性方面 如果我們玩虎的時候 虎雷滅的時候 射擊攻擊會減少這個35 很明顯是全面的 這個生存向的零件 所以如果你說玩坦的話 當然是極品 這隻的虎身 接著就到石手 好 其實你會看到隔攻也是低的 內狗力是795 隔攻是1179 不過重點是他生存 三項生存能力 無論內狗力和雙防都不差 射攻當然沒有 8382 雙防有1179 雷射耐性就有400 這個物理耐性也有200 如果是防禦職業的時候 這個格鬥攻擊所受的傷害又會減少35% 不是 35% 沒有那麼多 接著就到腳 腳也是雙防 總括而言 其實整部機都是防禦坦型 內狗力是795 雙攻也是320 雙防有1600 超級瘋線 雷尼是211 蜜尼是416 但是要看招技能 招技能只是C減 但是也是那句 我們用完之後可以提升自己的格鬥攻擊24 如果你玩格機的話 欠缺一些幫我們增加的Buff 即是格攻 這個可以考慮 因為雙腳的雙防和血量都不差 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想加多一點的格攻 令到我的手機的普通攻擊都高一點 那這隻腳就適合你了 算是不錯的 接著就到這個背包 即是噴射器 古生的噴射器 795的耐力 雙攻是320 雙防1600 都是超級生存類 好 看看他的技能 技能是A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說做support或做輔助的話 這個技能是不錯的 如果你說 我想做輸出可以嗎 也可以 因為背包本身要推攻 都不是容易的 推這個格攻 如果大家抽中 就可以放在一些格機上用 或者是一些輔助機上用 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威力有A 而用完之後可以幫我們全員 回復內久力 也都相當不錯的 還可以幫我們全員的格防提升29% 非常之好 所以今期的大獎 基本上就是兩件零件的背包 對啦 巴巴托斯第六型態 以及古生的背包 以及巴巴托斯的武器 那個夾 接著就到虎矛 虎矛很明顯 就真的很矛 因為他的格攻只有1600 不過這把武器 很明顯都是幫你推向防禦 就是因為作為一把武器 竟然有內久力795 其實也有的 但是不多 但是最重要還有雙防有795 如果大家玩坦機或者support的話 這把武器是非常之不錯的 零件特性就是防禦職業時 職業計量表也會提升17% 明顯是讓你玩坦機 對了 剩下最後兩件 我們再看看 就是這個長距離步槍 也是 這把步槍和虎用 已經有一個不錯的生存能力 因為射擊力也是低的 1,600而已 不過內久力和隔防射防也有795 還有雷射耐性有609 物理耐性也有416 超級厲害 這兩把的support機專用 防機專用的武器 零件特性方面 內久力40以上的話 射攻也會減少35 對 也非常之... 坦的 好啦 最後再看看盾牌 盾牌非常之強 因為雙防有1974 雙防差不多2000 好棒 對了 還要多加一支技能給你 再看看耐性 雷尬805 物耐211 最後再看看技能 技能是有B加的 如果大家玩隔機 需要生存能力的話 這個盾牌非常之適合你 因為有B加的盾牌的攻擊 物理攻擊 對了 簡單來說 這次的大獎 基本上是有三件的 那就是那兩個噴射器 就是巴巴托斯和古生的噴射器 以及巴巴托斯的武器 即是格鬥武器 這個盾牌其實我覺得都算不錯 整體上 其實整個古生 即是整部高達古生 其實都是一部非常之不錯的機 不過如果你說要輸出就不行了 但是你是專注要防禦或支援 那這裡的所有 這個高達古生重斷型的所有零件 其實都適合你 對了 好了 這條片來到差不多了 下條片我就會講活動機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